朋友们今天拿了一些那个16Pro Max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台机器是1TB的 然后充电零制电子Z100 是一个ADT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改革卡槽的效果 和国行的话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这个也是16Pro Max 这个是256的机器 是一台原色的机器 我们来看一下游户今天行情 像这个16Pro Max 256的话 然后是6700 16Pro Max 1TB的 然后加上是8000 原色16730 改卡现在是差不多200块钱 加上成本的话 像256的也差不多6900多 这个的话1TB的金色的是差不多8200 像这个小内层的 目前来说就不太划算 256和1TB的也就差个差不多1200块钱 这个1TB的还是比较划算的 推荐大家入手512的 像512的也就7300多 加上改卡开的成本差不多7500多 我们加个三张就可以给到大家 这个的话是14Pro 这个14Pro是无锁三网通的机器 最近的话14Pro也掉了一些价格 像这个128的 我们之前拿货价格 应该是要去到4500到4600 现在的话就4200到4300就可以拿下 我们也是加个三张就可以给大家 这是无锁三网通的价格 这两台是那个苹果15 来给大家看一下 没什么划痕 行不行 电池是100充电30次 这一台电池是100充电的话是80次 但是它价格比较便宜 是那个有锁的机器 有锁呢最近也是这样的一件 我们现在拿货价格 应该差不多2800多 加上改卡开场的成本差不多2900多 我们加个三张就可以给到大家